好把握最后的好天气了 中央气象署指出 29号将是本周的最后一天的好天气 周四期东北季风将会增强 天气转湿冷 那么东北部将陆续有雨势出现 花冬最低温预计是来到18度 预计影响周末到下周 提醒民众出门要穿的保暖 出门要记得席带雨去 这几天花冬白天的好天气要告一段落了 中央气象署表示 周四期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迎风面水气增多 北台湾转粮有雨 东半部也有局部短暂雨 日夜温差变化大 提醒民众出门 尤其骑车要试时增添外套保暖 30号开始到12月1号、2号、3号 都会受到这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30号、12月1号、2号、3号的时候 在花莲这个地方 天气就可能比较不稳定 温度会比较降一点点 到4号的时候 风面远离 东北风比较减弱的时候 气温才会回暖一些 到30号的时候 温度晚上的时候 温度又下降 然后到12月1号、2号、3号的时候 大概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点 尤其在18 到12月1号的时候 晚上可能会温度是最低的一个情形 然后到4号的时候 温度才会整个开始慢慢往上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周的天气 其实在前半部封面不是很强的时候 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一个阴多云到时晴 然后有一点小小的雨的情形 然后到从12月2号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大概都实际要阴天 雨天的一个情形 然后局部地方可能雨会比较强一点点 气象鼠指出 30日起至12月3日 将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 华东最低温预计来到18度 周末两天水气减少 东半部仍偶游局部短暂雨 气温人低 提醒民众穿着保暖 攜带雨具 预计下周才会有短暂气温回升 记者蒋邦彦霖之报导 好